兄弟们 那的又菜又爱玩的羽黄又要装备了 看来还是没有被敖无虚打服啊 他这次赶出山是因为他的实力突破到九级先帝的境界 因为上次被敖无虚狠狠的虐了一番 深受打击之下羽黄竟然阴差阳错的突破了 这运气真是没谁了 如今羽黄达到九级先帝 他和玄帝二人联手 再加上无双境界 敖无虚想要战胜恐怕都有点难度 而他们二人也正在打算结杀秦宇 他们的仇可是不会终止的 那他这次真的会如愿以偿吗 在秦宇找到侯飞后 二人告别了牛魔黄和大远黄变前去寻找黑羽 中途路过了一个星球辨识黄鸟星 而这个黄鸟星就是与黄最佳的截杀地点 秦宇和侯飞刚到黄鸟星还没等缓过时来 与黄和选地便使用了最强的合力一击 一股恐怖的冲力让秦宇整个身体被刺穿了 不但神器沾一被刺破 还差点让秦宇陨落 幸好秦宇的丹田中没有原因 不然这一击直接让秦宇领合饭了 侯飞虽然怒火冲天 但是他的实力还不足以对抗羽黄和选地 而秦宇的伤势也正在被流星泪慢慢的复原 羽黄的结局就在这一刻被注定了 原本秦宇还不想和羽黄结下死仇 这一次是真的不死不休了 在这一战案的关键时刻 龙黄和欧无名的到来打破了僵局 龙黄看见秦宇的神器战衣被羽黄打坏了 为了给秦宇讨要一个说法 龙黄只用了一拳 贤弟身上的神器战衣直接裂开 还身受重伤 这一次羽黄二人又吃了一字牙把亏 毕竟他们在龙黄面前根本不值一提 最后只能咬着牙车退了 你以为羽黄会这样放弃吗 以后他的下场会更惨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